福灵 这个源自中国传统药材的宝贵物质 以其独特的疗效和广泛的应用而闻名于世 福灵是一种多孔性的真菌 常见于潮湿的地区 它具有滋养体质 调理脾胃的功效 被广泛用于中医药领域 传统上 福灵被广泛用于保健和治疗牙齿相关的问题 它被认为具有牢固牙齿的作用 因此常被用作强齿的良药 福灵富含多种营养成分 包括多糖、多酚、微量元素等 这些成分对于牙齿的健康至关重要 福灵的使用可以帮助增强牙齿组织 改善牙幼稚质质量 从而增加牙齿的硬度和牢固性 这使得福灵成为了许多人在保护牙齿健康方面的首选 福灵还被广泛应用于口腔疾病的治疗中 由于其具有抗菌、抗炎、消炎的特性 福灵被视为一种天然的治疗剂 它可以帮助减轻口腔粘膜的发炎症状 缓解口腔疼痛 同时还能有效抑制细菌的繁殖 预防口腔感染的发生 对于一些常见的口腔问题 如牙银炎、口腔溃疡等 福灵的应用已被证明非常有效 此外 福灵还对于牙周病的治疗具有积极的作用 牙周病是一种常见的口腔疾病 主要由于牙瘾组织受到感染和破坏而引起 福灵的抗菌和抗炎特性 可以帮助减轻牙周组织的炎症 促进组织的修复和再生 进而改善牙周 继续进而改善牙周疾病的症状 它还可以调节免疫系统功能 增强抵抗力 帮助身体对抗病原体 降低牙周病的发生风险 福灵的应用方法多种多样 可以根据个人需要进行适当选择 常见的使用方式包括福灵片 福灵粉 福灵汤等 福灵片是将福灵经过处理和加工后制成的薄片状 方便携带和使用 福灵粉则是将福灵研磨成粉末 可以用来泡茶或加入食物中使用 福灵汤则是将福灵与其他药材一同煎煮 制成重要糖剂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福灵虽然对于牙齿健康和口腔疾病的治疗具有一定效果 但它并非万能地解决方案 总结而言 福灵作为一种中国传统药材 在牙齿健康和口腔疾病治疗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 它可以牢固牙齿 改善牙周状况 并对口腔炎症和感染具有抑制作用 然而 适度和合理地使用福灵 并配合专业的医疗指导和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才能实现最佳的口腔健康效果